我觉得他们俩的问题是现在普遍的这个家庭出现的问题 恋爱和婚姻真的是不同的 恋爱只要两个人相爱不需要去考虑太多 但是婚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从两个人变成两个家庭三个空间的时候 你们就开始会有层出不穷的这种矛盾出现 孩子都已经九个月了 你带着孩子在玩英雄联盟 我觉得你还是个孩子 你还没有长大 你还不知道作为一个丈夫 甚至一个父亲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要带给这个家 什么样的稳定 什么样的安全感 什么样才能幸福 你应该更清楚 自己将来的路要有一个规划 你的擅长是什么 你有没有一技之长 怎么样去改变你自己的工作 从而从你自己的工作改变的同时 改变自己的状态 改变家庭关系 真是认真啊 全都笔记了啊 那么就是